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oseph & Kell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家公司的季度爆表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Sydek Berhad,马股代号473亿 他的业绩截至于31号1月2021年 他的业绩最近公布是非常的出色的 因为原料价格走低,还有他的房屋销量还是属于蛮不错 所以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业绩报表的几个重点吧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Revenue是下滑了约0.9% 然而Operating Profit是上涨了6% 对比2020年1月30号的季度报表 Revenue的下滑主要是因为他的塑料包装的那一边有着明显的下滑 塑料包装的收入为6亿1880万令吉 相较于上个财政年的6亿5940万令吉 下降了约6.2% 然而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的挑战销售是下降的 以吨单位来计算的话是下降的 还有由于所有全世界,也就是全球的集装箱 也就是container的短缺呢 还有近期原材料的成本,也就是Resin的价格上涨 货运的成本,Logistic Cost的成本突然飙升 使到营业利润只有6300万令吉 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6520万令吉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Revenue呢 有少少的下滑现象 因为呢,它扣除了Logistic Cost上涨 还有原料价格,因为石油价不停的上涨 直到现在已突破了70,国际研究家也突破了70 然后又掉回来,在67-68时间这样叮叮咚咚咚 所以对SciTech造成一定的压力 毕竟它的原材料是Resin也就是树子 是一个从石油那边提炼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呢 它的那个塑料包装呢,是面临小小的挑战的 然而呢,我们来看一看房地产的收入 也就是Property Development的收入呢 这一次是为2亿8780万令吉 相较于上一个财政年 也就是20201月31号的时候呢 是2亿5500万令吉 所以是增长了12.9% 这个业绩的改善呢 主要由于它的开发过程呢 相较的稳定,进度也非常的稳定 所以它的billing也就是金钱的那边呢 也非常的稳定 然而SciTech Pulai Udama呢 还有马六甲的SciTech Durandunga呢 贡献了不少 此外呢,它们最新的一个产品也就是SciTech Kota Tinggi 它在Kota Tinggi的一个新城镇呢 也开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财政年度呢 房地产部门记录在SciTech Tasek Geluggo SciTech Kundang Jaya SciTech Durandunga的 还有其他的7个项目当中呢 贡献力都非常的不错 当前财务的营业利润是为8620万令吉 相比20201月30号的那个同期相比呢 是有上涨的 因为上一个财政年才7560万令吉 成长了增加了接近个1000万令吉 所以呢 这也就代表着 其实房地产业SciTech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因为SciTech呢 都是主打一些可负担的房屋 也就是它的房屋价钱都是在500千and below的 也就是500千以下的 它在那一个part呢 是做得很好 也是一个市场领导者 在Ruma Mambu Millet 也就是可负担的房屋那边 SciTech表现是不错的 其实呢 这一次在第二个quarter 第二季的2021年呢 SciTech集团的net profit呢 是走高了15.1% 然而大约上升至了1亿1000多万 然而有三个要素 为什么它能增长 第一就是 归功于销量的增长 尤其是在可负担的房屋增长非常的大 所以让SciTech的property development那边发展的不错 尽管呢 遇到一些不利的因素 但整体plastic packaging包装领域呢 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而且还是有需求的 还有第三点就是 SciTech长期以来呢 加强和他们的客户 supplier的合作 以提供更加完全能够回收利用 制造一些可持续环保的一些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 它在SciTech在plastic packaging这一方面呢 仍然是龙头老大 在马来西亚 还有整个亚洲市场上面 SciTech集团对本季度的回顾 截至2021年1月31号 这一个当前的财务季度呢 SciTech集团的收入为906百万令吉 也就是906个million 对比去年同个季度的914个million的revenue呢 是有所下滑 然而SciTech集团的营业利润是增加了6% 到了1.492亿令吉 对比同年2020年的1.408亿令吉 是有着增长的 然而包装收入也就 plastic packaging的收入是下滑了 如果跟上一个季度对比的话 是下降的 因为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集装箱container的缺少 resin的价格跟去年相比是增长了 货运成本突然增高 因为MCO还有lockdown的关系 还有在一些港口出口那边 它的海关检查调慢了 放慢了 所以这也就让他们的sales呢 有很多sales被delay到 所以在这一次的营业额上面 完完全全的减低了 然而幸好他们的物业发展 也就是property development发展呢 其实是还是强劲的 而且他们还是有需求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净利润呢 就增加了一个1000万令吉 多赚了1000万令吉这样子 来帮补这个空缺 所以呢 其实Sitec呢 它做的那个diversification 也就是管理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diversification 就是plastic也好 还是property方面都好呢 就是互相普助的 所以呢 Sitec这间公司是稳稳的向上 无论是它的业绩也好 虽然这一次呢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会说 他这一次的cash flow出现了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紧抽 因为毕竟它一直不断的买新土地 但是对一间property development来讲呢 是健康的 毕竟它需要有足够的land bank 来维持 接下来呢 要做的一些物业发展 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current asset 这个quarter的current asset呢 就少了蛮多钱 也就少了2.8亿令吉 你可以看到它的cash and cash equivalent呢 从413244跌到了123689 大减了2.8亿这样子 大约2.8亿 这个减少呢 是因为purchase for land help for development 也就是它最近买地那一边 你可以看到 它的cash flow from use in investing activity purchase of land help for development那一边 增加了 也就可以看到出 SciTech在这一边呢 它是不断地去做capital expenditure的 它不断地买土地 买土地买土地 未来对于未来的发展呢 对于未来的物业发展呢 它是有计划着一直在买的 而且刚好它买的时候 土地价格都是比较合理 也是处于比较低位的 因为全球经济都处于不确定性 然后SciTech呢 还是拥有一定的资金购买这些土地 虽然呢 它的短期cash flow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如果你有注意去看它的current asset 对比它的current liability的话 是不够cover的 然后呢 我相信管理层呢 会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一个东西 毕竟它的那个receivable那一边 还是它会借一些borrowing 还是迟缓一些贷款呢 去让它的cash flow那边还是稳定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它的一个在它的quarter report里面 去季度报表所说的 它在马六甲州呢 取得的一个土地 它在2020年8月13号呢 就说它要买一片土地在马六甲州 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 公司呢 也据公司Sytec就宣布了 它的一个子公司 Sytec Quartari Sandria Berhad呢 就进行了跟IOI Corporation Berhad 也据IOI 还有GLM Amoled工业园的一个 加信的Sandrian Berhad 这一间公司呢 购买鞋 也据Sales Purchase Agreement 简称SBA呢 它已经收购了GRN 684这个地段 还有另外两块永久性的土地 分别为7561和GRN 59205的这一块 7562号的地块 这些都是在Jasin区 以及都是在马六甲州 一个是在Jasin区 一个是墨基姆市 这两个的土地总面积呢 是549.342公顷 然而代购价为216020万令吉 所以现在它整个SBA的条件 已经满足了 而且Sytec集团也支付了 卖方所有的余额 所以呢 这个收购已经在2021年1月11号完成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的Cash Flow突然要出了一大笔钱 你可以看到 它的收购价是216020万令吉 所以Sytec呢 购买这个土地 为了以后它在马六甲的发展 然后马六甲的市区呢 它发展的通常都是一些可负担房屋 也就是以Majority来说 大多数呢 它发展的物质 也就是房屋呢 产业呢 都是500千以下为居多的 然而呢 它在9月21号2020年的时候呢 Sytec也宣布了 它的Sytec Guattari Sandra Berhad呢 也跟Leap Pie Apple Company Private Limited呢 也达成了一个Sales Purchase Agreement 也就是销售的一个提议SBA 还要收购了8块 拥有永久地气的土地 这一些呢 都位于新山的普莱 普莱区 它在普莱其实已经有地了 但是它现在又在收购哦 它的总面积为81.8455公顷 总收购价为1.85亿令吉 然而呢 这一个Proposed Acquisition呢 也就是这一次的收购呢 将会在2021年的上半年呢 能够完成 所以呢 接下来你看到Cashflow又可能会出了一个很大笔的钱出去 也就是因为它会Purchase这一个土地 然后呢 我相信这一次它应该会通过Borrowing贷款呢 来买这一片土地的 Sytec的整体前景是如何呢 当然跟随着全世界继续采取着一些预防和遏制的措施 整体全球经济还是充满着挑战 尤其是现在Covid-19的整体疾病 还在逐步的复苏当中 但是对于Sytec对于它的包装 Plastic Packaging的行业呢 还是持续着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还有呢 最近的大宗商品和原料价格大幅的上涨 Resin价格是大幅的上涨的 还有现在的Logistic货运服务呢 港口服务呢 的激增 由于全球的那个集装箱Containment还在短缺 还有外币汇率的波动导致他们的成本上升 但是呢 Sytec集团仍然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呢 来看待这个事件的发展 然而呢 它也会以最大的程度减少对Operating营运的影响 再加上呢 他们还是有在着手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营运效率 而去Efficiency 还有在它的产量上面呢 虽然它的产量是不停的增加 但是它要靠量 因为Sytec的呢 Packaging都是以低价 但是靠Quantity来取胜的 所以呢 它现在在努力的降低它的营运成本 还有它的物流成本 以便呢 能够满足它的全球 还有国内的客户 尤其是它的价格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它的价格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对比其它的Packaging来说 然而Sytec集团还是会利用它拥有的一些专业知识 还有它在Packaging这么多年的经验呢 争取更加大的优势 而且它也有很多大顾客的一些紧密合作 尤其Sytec收购了Diborche Berhad这一间上市公司呢 也让它的整体在Packaging呢 塑料包装这行业 更加占尽更大的Market Share 整体的市场呢 相信过半都是由Sytec在掌控的 还有呢 它也对于完全可回收Recyclable的一些Packaging产品呢 还有一些可以持续还有增值Value Added产品的需求呢 这也是Sytec集团未来所看重的东西 但是呢 Sytec集团对Packaging呢 在本年度的表现 所以这个财政年 也就是2021的财政年呢 还是仍然保持着热观 只要没有一些突发的事件的话 我相信它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成长 虽然成长会比较缓慢下来 但是它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然而呢 我们来看一看房地产物业 在本季度中呢 其实Sytec集团就完成了 对Negeri Serenban的一个109英模的土地收购 已经是完成了 然而在2021年1月呢 在马六甲的Jasin土地呢 也完成了 Sytec集团的预计是在2021的财政年的 第四个quarter 第四季度呢 新的土地将会开始第一个发展项目 然而一个芙蓉的土地呢 芙蓉的土地呢 还在规划当中哦 所以是预计在2022年年初 也就是可能是2022年的第二个quarter呢 你才可以看到哦 它有这盈利的贡献 所以在Sytec那边呢 Sytec还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它还是买了地放在那里 但是对于Sytec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尤其是现在的 马来西亚Bank Negeri呢 它的那个货币宽松的政策 还有呢隔夜利率维持在1.75的不变 为什么利率维持不变对Sytec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你供屋子的利息还少了 然而低利息不会长久 所以很多屋主就心想 诶我现在买三四百千的屋子 但是我的利息可能是在差不多是属于很低位的 跟比起年前你可以看到四五八千的那利率呢 是非常高的 现在大概是三点多八千罢了 所以呢 其实现在利率很低呢 是适合买房的 再加上呢 Sytec所卖的房屋呢 都是一些可负担房屋 也就五百千 Ringit Malaysia五百千 below的 就是一些可负担的房屋 所以呢 再加上近期的国内有复苏的机会 还有房价呢 属于已经逼走了很多年呢 相信慢慢的需求会逐步的复苏 但是呢 Sytec仍然还是会在可负担房屋那边呢 放下重点 也就他的重点都在可负担房屋 降低他的成本 而且呢 他也也说了 他会一直不断的扩张他的土地范围 但是他所买的土地呢 都是要有一些比较合理价位的 毕竟他的 他的主要库克群都是一些 买一些可负担房屋的人 然而呢 希望他的品牌可以在整个马来西亚半岛呢 都能够不断的扩充 然而他也是在 如漫漫不迷列那边去可负担房屋呢 他也是一个leader来的 去带一直不断的建一些比较 affordable的housing 所以呢 其实对于这一次季度的业绩呢 是有所增长 但是他前景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尤其是现在作为plastic packaging 大家都知道油价的上升 让他们的原产品 raw material resin price呢 也跟着上升 所以对他们的成本呢 是上升了很多 如果你有关注过他过去的quarter的话 他的profit margin是不断的在上涨的 即使他的revenue下降 但是他的profit margin上涨呢 cover了 所以就cover掉了 就是cover掉了一些他少赚的部分 但是随着resin价 油价 国际研究价不断的上涨 对于Sitec的营运呢 还有他的profit margin呢 是尤其是在plastic packaging那一方面呢 是拥有着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但是我相信Sitec的管理层呢 是有这个能力去应付这一些因素的 所以我期待着他下一个quarter 也就有下一个quarter呢 会是在他下一个quarter会在2、3、4、4月 也就在6、7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出来 我相信他的业绩会放缓一点点 但是股价仍然可以保持着非常好 就是他的股价呢 不会大起大落去 可能最近的股价都徘徊在3块9、4块这样 跌到跌 如果没有不可预期的情况下 我相信他还是保持在那一边 所以 所以我觉得Sitec Berhad呢 是一家值得让我们长期持有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谢谢